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101中学的范红梅老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改写,改变文体。 认识改写,我们从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清明》开始,这首诗千百年来传颂不衰,并且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改写最多的一首古诗之一。 它可以被改成便于儿童迎送的三言诗,也可以被改写成一首词,还有一个剧作者将它改成了一出精巧古雅的戏曲小品。 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改写有助于培养文体意识,提高写作能力,还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原作,可谓魅力无穷。 首先,我们来了解改写的相关知识,请同学们勾画教材136页有关改写的定义、形式、原则的内容,初步了解改写的相关知识,并记录下自己的疑问和收获。 好,改写呢,就是在终于原作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文体、语体和叙述角度等形式,进行再创作,以服务于特定的需要。 请注意标注下滑线的几个关键词,中于原作内容,文体、语体、叙述角度,再创作。 了解了改写的概念,有些同学自然而然会想到阔写和缩写,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 阔写就是将一篇短文或者一则片段写成较长的文章,补充的内容不能脱离原文意思。 缩写就是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前提下,压缩文章的篇幅,把主要的内容用自己的话说一遍。 这三者共同点是必须都以原作内容为基础。 不同点是,阔写和缩写只是篇幅上的扩充或删减,不能改动原来的形式,而改写就要改变其形式,改什么呢?语体、文体、人称等。 而这些都是外在形式的改变,随之改变的还有原文的内容。 内容怎么改,宽泛一点讲,就是对原文进行阔写和缩写。 因此我们在改写时常常会用到阔写和缩写的一些方法。 改写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改变文体、改变语体、改变叙述角度。 第一种改写是改变文体。 文体指什么? 从表达方式的角度可以分成继续文、议论文、说明文。 从文学体材的角度可以分成小说、散文、诗歌、戏剧。 改变文体呢,就是将继续文改成说明文,也可以将诗歌改写成散文等等。 当然,这几年随着创新理念的深入,改写也不仅仅局限于这几种文体之间的改变, 还出现了像实验报告、日记体、书信体、剧本等创新形式。 改变文体可以凸显不同文体的特色,增强吸引力。 比如有一位同学把诗歌改写成了戏剧, 同学们不妨按下暂停键进行阅读, 感受不同文体之间转变带来的魅力。 第二种改写是改变语体。 语体主要指口头语和书面语,文言和白话等。 语体的改写就是它们之间的互相转化。 这里主要举口头语和书面语,文言和白话相互转化的例子。 口头语和书面语的相互改写一般不会出现在全篇的改写中, 在语句或者段落的改写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口头语的特点是通俗易懂, 而书面语则比较正式典雅。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溜达是口头语, 它的书面语是散步。 看了, 它的书面语是浏览。 另色是书面语, 它的口头语是什么呢? 抠门。 垂青的口头语是什么呢? 看得起。 看医生是口头语, 它的书面语是就诊。 文言改成白话是比较常见的。 在改写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不要把文言仅仅翻译就完事了。 而白话要改成文言就要难一些。 我这个PPE上啊, 有人把网络红取小苹果改成了文言表达, 这里截取一段, 给大家展示。 你看, 改写后风格立马就不一样了。 这种改写有助于训练同学们的文言语感。 第三种是叙述角度的改写。 比如说将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 或者将顺序改成倒序、插序。 叙述角度改写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注意点, 我们将要在下节课当中集中展开讲,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改写的原则, 有三种。 一, 忠于原文。 二, 再创造。 三, 行文协调。 第一条原则是忠于原文。 改写要以原作为基础, 不能把原文改得面目全非, 随意地增删大量的内容。 那么哪些地方不能改动呢? 主题思想, 主要人物形象不能改变。 因此, 我们在改写前啊, 要研读原作, 在原著基础上提炼出原文中的 人物、 事件、 主题等要素。 改写的第二条原则是再创作。 这就告诉我们, 原文有些东西必须要改。 改什么呢? 除了人称、 语题这些外在形式外, 最重要的就是对内容的改写。 直白一点说, 就是你能不能创作出原文没有的, 独属于你的一些细节呀, 小构思啊等等。 而这些又要和原文的核心要素吻合。 再创作是改写最难的地方, 也是改写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一些具体的再创造的方法, 我们将在下面结合同学的立文具体讲。 第三条原则, 行文协调。 改写时要避免文章风格前后不一致, 比如改变语题, 不能一会儿是文艳文, 一会儿是白话文, 使得文章四不下。 我们可以检查改写后的文章 有没有文白夹杂, 人称不统一, 口语和书面语混杂, 情节混乱等情况。 下面, 我们对改写这种写作形式 简单小结一下。 在改写时, 哪些可以改, 哪些不能改呢? 先说不能改的。 一, 原作的主题思想, 主要人物形象不能变。 二, 改写后的文章, 自身前后的语言风格, 叙事角度不能随意变动。 可以改的是文体, 语体, 人称等。 还可以在不改变原文核心要素的前提下, 增减细节, 调整结构。 下面我们来学习改写中比较常见的一种, 改变文体。 文体改写有很多类型, 比如说, 把小说改写成戏剧, 把诗歌改写成散文等等。 时间关系, 这里重点就讲讲, 把古诗改写成散文的方法。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阅读学习任务单上的立文, 边读边做旁批, 总结古诗改写的方法。 同学们总结出了哪些方法呢? 改写的首要宗旨是忠于原作。 就诗歌而言, 改写的第一步就需要准确理解诗句的意思, 全面把握诗词中的人事物景。 改写时, 我们可以先锁定诗歌中的人事物景, 把它们罗列出来, 比如刚刚大家在学习任务单上看到的这篇天静沙秋寺的改写。 文章一共有十种景物, 枯藤, 老树, 昏鸭, 小桥流水, 人家, 古道, 西风, 兽马, 西洋, 还有断肠人这个形象。 那么我们在改写的时候就要尽量的把它们都用上。 我们来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篇同学的改写, 他的前几段就出现了秋风, 老树, 枯藤, 残阳, 还有古道, 兽马, 乌鸦, 还有断肠人, 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当然除此之外, 他在后边的话, 小桥流水也出现了。 那么我们的小作者还准确理解了诗句意思。 举个例子, 有同学把昏鸭一词理解为昏昏欲睡的乌鸦, 昏头昏脑的乌鸦, 不免让人啼笑皆非。 所以说, 诗歌改写的第一步, 就需要我们把握诗意, 确定人诗物景这些要素。 在准确理解了诗歌的意思之后, 要想改写出优秀的作品, 还必须深入体会诗句的意境, 把握作者的情感。 我们来看这一段对小桥流水人家的改写, 这句诗是全文的难点。 潺潺的流水上, 横跨别致的小桥, 水桥边的人家, 鸟鸟吹烟飘出, 多么温馨的画面啊。 可是这一句, 它与全诗其他景色是相悖的, 看似相悖, 实则统一, 因为它反衬出了有子孤独的思想之痛。 如果不是小作者深刻领会了这句诗的意境和作用, 把握了诗人的情感, 它怎么会有这一段的精心构思呢? 你看它, 设想游子看到眼前的美景后, 缓然间回到了记忆当中的美好的梦境, 充分去渲染美好家庭的生活。 充分渲染美好家庭生活, 这固然让我们感同身受, 更妙的是文段最后那段议论。 眼前, 这人间烟火带给它片刻的安慰, 又把它狠狠甩向更深更深的孤独深渊中。 一句千钧, 分外沉重, 所谓乐景写爱情, 乐景的铺陈, 倍增哀景之淋漓, 小作者抓住了这句诗的精髓。 所以, 诗歌改写的第二步, 品味诗境, 体会情感。 诗的语言凝炼含蓄, 词语之间的跳跃性很大, 把简短的诗词改写成散文, 就要把跳跃的意思补充完整, 使之前之后连贯。 对于含蓄的情景和思想感情, 就要通过丰富合理的想象进行描述。 我们来看《枯藤老树婚丫》这一句。 作者改写道, 一棵枝干早已腐朽的老树上, 一簇枯藤缠绕出了岁月的印痕, 这样连词成句, 老树和枯藤建立起了联系。 紧接着,作者又进行了合理的想象, 一片枯叶划过了那有气无力地挂在枝头上的残阳, 在这萧瑟的秋风中, 无一地漂泊、漂泊落在了他的肩头上。 这一句和前句连句成段, 形成整体, 正直深秋, 西风吹起,枯叶飘零, 想象合情合理。 更妙在作者描写枯叶无一漂泊, 与游子恶我同一, 可谓字字含情, 意韵丰厚。 关于婚鸭, 原诗仅婚鸭一词, 语言极简, 对他的想象可以有很多种, 如乌鸦站在树枝提叫, 但是小作者发挥了想象, 写了一只龟巢的乌鸦, 并且补充细节。 他的霜是疲倦地摆动着。 之后又跟上了议论, 仿佛若不是此刻将要归巢, 与家人团聚, 他便早已没了力气, 垂死在这片荒凉之中。 作者如此想象的目的, 是为了下一段议论做铺垫, 可是哪怕是在寂寞的悲囚中, 老树人有枯童相伴, 乌鸦亦有巢穴可归, 但在这茫茫天地间, 唯有他远在天边, 无可归一, 怎能不心生酬绪啊。 这样就对比出了游子, 无家可归, 紧扣忠心。 我们不得不为小作者的前后勾连, 善于联想想象点赞。 因此, 我们明确诗歌改写的第三步, 想象画面, 细致描写。 把一首几十字的小诗, 改写成几百字的散文, 还需要我们进行整体构思, 精巧布局。 原诗段长仁在最后一句才出现的, 我们看到小作者在构思时, 在文章一开始就出现了主人公, 设置了段长仁在古道行走的场景, 通过西洋西下, 荒山仍旧侵蚀着残存的落日, 残阳流进了最后的血, 这样表示时间流逝的语句串联全篇, 使文章脉络清晰, 成为有机的整体。 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 人物的活动也有变化, 从骑着马, 到翻身下马, 再到牵着马, 使原本简单, 甚至单调的情节有了变幻之美。 而诗中的写景句, 就穿插在主人公的活动中, 既有条不紊, 又跌宕身姿, 一步一迎, 连迎为阵, 布局得法。 在把诗歌改写成散文的时候, 根据散文行散而神不散的原则, 一定要注意整体的布局构思, 为此, 我们可以调整原来诗句的顺序, 但是要注意改的自然, 具体, 不影响中心的表达。 下面, 我们对古诗改写成散文的技巧小结以下, 我们学习了方法, 下面就小事牛刀, 请同学们阅读下面这首诗, 运用上面学到的方法, 把它改写成不少于四百字的散文。 开始吧! 相信同学们都改写出了不错的文章, 老师这里也有一个同学进行了改写,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月是故乡名, 鼓声阵阵, 木棒敲在泛黄成旧的鼓面上, 向第一名的钟声, 悠远沉厚。 士兵们筑起了路障, 开始实行宵禁了。 夜幕出零的边塞, 黄沙梯中被马车撵出的一道道浅浅的横, 止于三辆高大的路障。 鼓声过后, 一片寂静。 恰逢白鹿时节, 月圆之日, 脚月硬秋霜, 我抬头望月, 可是怎么看都比不上故乡的月啊? 故乡的月是那么明亮, 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 一只小羊还未归家, 一只梨头还插在地边, 我和弟兄们有说有笑, 结伴从田间归家。 我回忆着, 嘴角情上了一丝笑。 忽听见头上方一声短短的哀鸣, 一只孤雁行单影枝盘旋着, 展开的翅膀遮住了刚升起来的月亮, 打断了我的回忆。 如今, 战乱不息, 故乡的树, 故乡的房屋还在吗? 故乡的傍晚, 还会飘散到故乡吗? 故乡的童谣, 还在传唱吗? 故乡的人又在何方呢? 我的兄弟们如今四散天涯, 生死未卜啊! 我向天空大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只有被风吹拂而扬起的沉沙在作响。 此时一名将士经过, 行色匆匆, 我紧忙拉住他, 请问我的家书送到了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 先生, 估计送不到了吧? 这年头, 仗还没打完呢? 雨碧, 大步向前走去, 星光坠落, 月色如水, 我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这篇改写文章呢, 准确把握了诗意诗情, 原诗中的核心要素, 古参、月色、孤艳等都被充分利用, 共同营造了浓重悲凉的气氛, 烘托出了诗人浓浓的思想之情。 文章同时展开想象描写生动, 如对古参的描写, 向低迷的钟声幽远沉厚, 增加的黄沙意象不仅符合诗中的地域特征, 又让冷落沉寂的诗境增添了几分荒凉感。 文章还进行了精心的构思, 调整了原诗的顺序, 在写完古参后, 并没有立即写艳生, 转而写我看月色, 同时展开想象, 回忆故乡的美好, 随后再写艳生打断我的回忆, 回到现实追问故乡现状, 兄弟离散, 生死未卜, 这样使得情感就发生了变化, 而这个变化又很自然, 让文章有了转折之美。 希望同学们今天课后啊, 阅读作业单上的另一篇立文, 并且做点评, 同时再修改自己的文章。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改写的定义、 类型、原则, 重点学习了比较常见的文体改写, 古诗改写。 文体改写属于较大的改动, 这种改动需要有广泛的文体知识, 要重点把握改变前后两种文体的不同点, 希望同学们细细体会, 勤于动笔, 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好,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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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